也罢,先先谈谈最近两年代的勇士队吧,首先为表达自己的立场,说句真心话,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勇士队在不容德决身后,今天竟然还会输给勇士队,尽管本场比赛勇士队靠到最终,但是按照实力上来分析的话,勇士可是西部最强的球队,而勇士现在的处境,则只是三部地方, 而且这支球队的剧后放席位,似乎都并不稳步,即使科尔在对抗部作战的情况下,勇士了杜兰特与利哥达拉,但是做拥挫剧投的勇士,没理由输给一支实力中央的球队吧,勇士输给勇士晚连败,但是破心慌,要连捉摸不透的是,勇士仅仅打了第三节这一节好球,至于另外三节比赛的话,勇士则全面被勇士压制, 最后的比分是110分,比96,勇士在半场内后8分,第三节打了魔术一个分10比11,但是第四节是反过来被魔术打了一个分10比15,这里里落落的坑,勇士从最多领先的13分情况下,就让活生生的被发被魔术给击败了,真的是活见鬼的节奋了, 如果说昨天维德拥有天杀技能,看着那季神仙三分球,将不可一世的勇士给击杀,那么今天这能数凭借的就是五七雷琪,嘟嘟,克伦斯,勇斯,阿富克等球人的的联合作战,把勇士给打开了,不过这输球的心情可能不太一样,被维德绝杀的比赛,起码会当中经典来讨论, 仍是也好歹能够被前面记住,但是被弱队魔术击败,赛后那些被勇士的负面评论,可谓是接踵而至,让人无语,事实上魔术这支球队有个特性,他们打弱队的时候,可能究竟神不怎么样,比如2月27号,输走了联盟当属第一的尼克夫,但是人家打强队就来劲,在最近的几场比赛里面, 他们竟然战胜了冬队的行律与猛龙,所以今天击败勇士也算符合他们的特性,靠着哥邦的里头外头,以及武器游戏的内线之大功能,魔术这支球队,还真的有点不服输的气质,像拿今天的比赛来说吧,魔术队对于内线的控制,还是相当大悟的,虽然从数据得分上来看,两支球队在近期得分都有52分, 但是魔术队用更少的出手,保持了更高的投眼命中率,而且魔术以53个篮板,挖住着勇士的47个,可以肯定地说,在武器游戏的强力签字下,魔术队并不惧怕勇士队,尽管勇士拥有考心思这样的大消气。 另外,从整个比赛来看的话,勇士队在对篮侧确证的情况下,其实不仅仅少了一个足够的攻击强点,也空虚了自己的内线防守。 考心思虽然本场比赛拿下了21分11蓝板的亚生数据,但是他并没有在自己最强的板差,与测证方面作出积极回应。 考心思由于对勇士战术的不熟悉,使得他本场比赛进行了大量的断板,但是效率比较低下。 其中,内线更是四周零,尤其是在比赛最后时刻,考心思先是一个失误,接着一个放弓,然后第二强攻过中,再扔一个打铁三分。 这零士的一波操作,不仅能让勇士稳住局面,也让魔术招住了反击的机会。 于是魔术队在落后的情况下,他们在比赛的最后打出一波8比0的攻击波,彻底大走比赛。 考心思影响勇士禁区的官方有说考心思的战术,以及在场上对比赛的进攻没有合理化之外。 其实他在内线的温升力还是足够的。 虽然武器尔其本场得到了12分13篮板,但是他的投篮仅为15中次,命中率低至26.7%,这则意于考心思在内线给了武器尔其足够大的弱力。 毕竟如果当成的批力量与体重,考心思在内线的优势,还是很强带的。 这一点我们必须给予考神足够的尊重。 当网考心思最大的热点,就是他现在处于是永远是正式的阶段。 他整个竞互节奏,神就跟不上勇士队。 而科老为了让考心思更好的融入球队,他其实安排了足够多的低位战术,让考心思去执行。 但是这并不符合永迅的战术风格,所以这是永迅的矛盾,也是科老的烦恼。 在必然特殊阵的情况下,考心思这尊断杀戏,如果不能很好提供攻防威胜利,永迅所会失去自己之前的节奏。 这其实还挺致命的。 因此考心思在未来的比赛当中,能不能将自己的三分面重力,压回正常状态。 他还得积极了永迅的海向兄弟,进行高位短差。 至于低位进攻,这其实应该在某些特殊时候,进行备用攻击。 除了考心思这点之外,勇士的核心库里本场比赛其实打音也不够好。 虽然库里本场得到了33分包晚版用助攻,但是他本场比赛的真实运重率,47.5%,跟偶像运重率,43.9%都不高。 而且库里本场比赛其实正进了球队大量的出手群,34%的球队出手。 他生产出手33次,但是仅仅命中了12球,投篮命中率有36%,特别是第四节的时候。 在受到体能与对方强力防守的情况下,库里投篮命中一,在多次关键时刻的出手,都没有能够命中。 整个第四节,库里在场的时候,勇士竟然输了12分。 看到这个情况,很多勇士球迷其实会想念对兰特,因为往往在一锤定音决定胜负的情况下,对兰特的效率确实是勇士对最好的。 当然,这里也并没有输库里进行,只是在防守强度增加的情况下,库里的关键处理球能力确实还差了点货后。 另外透露个数据,库里在最近三场比赛里面,他的三分效率极低,总共45,投10分钟。 命中率仅为28.9%,我知道库里本算计的三分命中率高达43.8%,所以库里的状态不好也关系着勇士的胜负。 库里状态低于谈今天的勇士的比赛。 其实我并不认为,勇士就真的完蛋了。 毕竟科尔用了两个方,你想这正对力不得减半啊。 就像算后汤普森跟库里共同说的那样,勇士并不会受失利的影响。 球队人将继续前进。 此外,勇士最近在那场比赛里面输掉的四场比赛。 其实他们并非完全是以一种溃败的方式需求的。 比如情人节那天打开拓走的时候,勇士整个上半场只剩了三分。 科尔只是在第四节比赛的时候张力竟放弃了三盘。 当然那场比赛开拓走的女儿机器,给了勇士很大的麻烦。 其实他与魔术的武器运行一样,他们俩都能够让勇士的梦想非常难受。 主要是考心思状态未恢复,2月24号输给火箭的那场比赛。 确实挺令人意义的,毕竟他都轻重了。 但是话又说回来,火箭这支球队本身就特别克勇士。 因为在无限轮换的防守体系下,火箭队刚好可以有效地针对考心思这点做文章。 于是那场比赛考心思成为了火箭队重点攻击的强点。 所谓的小打大战士问题,我想很多球鱼都比较清楚了。 于是考心思一对梦间不上的热点,全面暴露在火箭面前了。 至于打热火的那场比赛,都只能说为夺超神。 所以你勇士也必须得服啊。 勇士五星仍旧可怕实际是勇士最近输的次场比赛。 其实并没有出现大问题。 还是球队本身就应该思考到一些细节。 毕竟勇士作为全联盟最强的球队。 你不可能只让库里的三分总是漫里差吧。 而且为何这种神仙球也不贵倘啊。 至于火箭队,勇士帮了季后代就疯狂防守。 火箭队虽然拥有高分,可是针刀针刀的与勇士高起来。 我敢说很多球鱼大宝,估计还得像这竞争人吧。 要知道考心思最近状态考试缓慢回升。 一旦他开始荣誉勇士至今超级正戒, 勇士依然令人人风散感。 就像库里最后说的那样, 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的能力,以及如何应对失败, 那么我们就不会成为现在道的球队。 这是勇士的比喻,以及实力体现。 其实说的色彩并不是勇士队的末日。 对于竞争人来说,只要调整好状态, 打出自己的进攻节奏, 保持好出色的状态, 勇士仍就可以站立于联盟之边, 向爱于强龄之中。